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冯达鸡丝所长 非常美味的韩国鸡丝, 来来来来 炸鸡炸的金黄酥脆,海鲜煎饼也在烤盘上拔出玫瑰的底滋身上 一进店里,就闻到让人失智大洞的香味 这间韩式炸鸡店藏在巷子里的二楼 只有老涛才知道,而老板正是韩国人 我们这边的原料跟台湾不一样 我们都是从韩国,全部都是从韩国进口 像腌制的材料,炸鸡粉这些 全部都是从韩国空运来台湾做的 然后老板也是韩国人嘛 所以更能知道韩国的传统炸鸡是什么样的口味 那像是台湾人跟韩国人的口味 在炸鸡上会不会有一些不太洋甜好 年轻人,台湾年轻人跟韩国年轻人 喜欢的口味是很相近的 然后我们店里也一直在 想要把韩国目前最新流行的口味 然后制作出来让台湾的客人平常 那老板怎么会想要来台湾生活 因为他当初是 因为语学院的工作关系 然后来到台湾的 在语学院就是 他也是作为一般的职员 然后他就想说 如果我一直这样子做一般的职员 是不是不行 就是想改变一点不同的职业 然后他当初在语学院的时候 就是负责语学院的韩式料理课程 就是教大家做这个 然后他就想说 那不然我就出来开一间 自己擅长的韩式料理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在台湾 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帮助 加上之后又在这边开了炸鸡店 然后他就想说 台湾人也很有善 就打算在这边长久的 就是居住这样子 对 坐在店里还会看到 Super Junior的龟贤 和老板的合照 柜子上也摆满了应援小物 原来老板和龟贤是好朋友 店里还设有圆梦信箱 让粉丝们都可以写信给他 据说龟贤爸爸每个月 都会过来收信 替台湾的粉丝们传达心意 他说他那时候在韩国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 龟贤爸爸的旗下的学院上班 那就是跟龟贤爸爸感情也很好 然后龟贤他是从小时候 就看到他看到长大的这样子 对 那像店里有一个就是给龟贤的信箱 龟贤爸爸每个月都会来收 是真的吗 对是真的是真的 就是一个月在疫情之前 我们是一个月会收集好 然后龟贤爸爸会亲自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我们的信箱里面的信 都收集起来 然后他在亲手教给龟贤这样子 店里的炸鸡已经有九种口味 从咸的到甜的应有尽有 菜单上也有其他的韩式料理 不过老板还是努力精进自己的厨艺 希望能研发出更多受欢迎的料理 请多多吃韩式料理 伴供